好了,我们到房间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边是洗手间 然后住的地方 外面是这样的样子 你是谁? 你来干嘛了? 你是谁? 那你都倒了 你来吃吃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们刚才从酒店出来 然后现在来到了总统府 看这边排队人好多 然后我们借了我女儿的光 走了这个快速通道 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是总统的壁画 这边也有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 应该是他们以前开会的这个礼堂 一转眼不知道我拱拱头发 跟我女儿去哪了 现在只能我跟我老公 我们俩先逛了 对 我们现在从那个室内出来了 可以看到外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景观 我们再来一张好不好 啥嘟嘟 啥嘟嘟 你在说话 阳光明媚的下午 然后看好多这种游客 都在这边都在这边度周末 这不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吗 这个是会客室 有几个蜡像还原了历史人物 然后我们从刚才的走廊过来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个办公楼 叫紫超楼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建筑风格 这个是文书局 就是负责编编稿子的人员用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会客厅 这个就是老大的一个办公室 位置广角都特别好 这个办公楼的后面就是这个园子 叫序园 也是很大 房间很好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车库 是这种门的 很好玩 这里居然有一个防空洞 我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 这个连窗户都是钢的 这个就是一个大办公室的一个照片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这个大办公室的一个户居 我们逛完总统府 又来到了夫子庙这边 看到了这个南京必吃的牛肉锅贴 我们的这个牛肉锅贴上来了 尝一下 一开始不知道 以为这个是干的 其实里面质水分特别多 我们这个鸭水粉丝他也上来了 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跟上海的有什么区别吗 更鲜艺 嗯 不过上海的也不错 这里也还可以 这是一条小街 都有卖这种配饰啊 这是糖吗 吃的 那边是耳环 这是猪肉骨 还有牛肉肝 这边也是糖葫芦 还有一个棉花糖 偶遇两个铜仁 冬了 紫气生腾 以为王气 于是鸟方山断肠龙为毒 以泄王气 从此备有了秦淮河 秦淮河全长110公里 又有内秦淮和外秦淮之分 外秦淮河是护城河 我们今天游覆的是内秦淮河 全长十华里 又有十里秦淮十里珠莲的美誉 在此我们预祝各位游客朋友 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旅程 第一层由于战乱而毁坏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层和下层 可用于安置守城的降石和储藏物资 最下面一层可做调节内情